自从上次发的那种体育生的那种 超多那种腹肌 就是那种体育生博主死心我 我都不敢回我连点进去都不敢回 我都不敢回 就是你们别给我发了 别跟我说我里面有在干嘛 别给我发 我一点进去全是那种肌肉博主 别了别了真的 我还是有求生欲的 就昨天 昨天 昨天他还生气了 就我微信里面有一个不认识的人嘛 就不知道什么手下 我连备注都没有不认识的 就肯定 然后又是那种直男嘛 别人也不刷我的抖音 也没有关注我 也可能不知道我的情况 或者怎么样 就都忘了 就是可能是那种 读大学的时候 好多好多好多年 我一点开始一条鱼衣 姐夫脸都黑了 在哪呢 小新 我说怎么了 在家呢 说啊那个 我们我们这边有好几个 那种上海来的模特生 五个衣 想叫点好看的出来玩 看了你的照片 说就把你叫出来 你要出来玩吗 耶 我立马把那条语音毙掉 我说 我立马 我哪认识 我说不认识不认识 你看我连他的备注都没有 我不认识 我立马又回到他 我有对象 哥 然后他说那好留 拜拜 吓死 给我吓晕了 给我吓死了 就给我吓死了 这条消息 当场去世 当场去世 你姐夫就在旁边 谁啊 我不认识 我不认识 给我吓死了 就我当场你知道吗 就那个人说 叫一些漂亮的什么什么 我就说 谁啊 什么你朋友来成都了 叫一些 你朋友是谁啊 你朋友是王思聪 对啊 帮我当鸡 你朋友是谁啊 就算我们不是在一起 我讲真的 就是 就算我跟蓝亚星 不是在一起的关系 我听到这种话 我也觉得可恶 你朋友是 你朋友是谁啊 咋的啊 还要招待你 你就是对别人有偏见 你朋友来 要不要在成都赶他买套房啊 要不要在成都赶他买套房 那他住啊 你朋友是谁啊 我把他伤了 不阿佑 伤了我不认识 你说是不是这道理 你朋友是谁 哎呀 又不是 又不是说很熟的朋友 说什么 哎呀你出来玩啊 我朋友来了 要好好招待 你朋友是谁啊 你是谁啊 是不是 这不是 就算身边有 有他需求的东西 我也 我们也不会带谁给 吓死了 对啊 讲一句实话 我觉得他说的 吓死了 他说的这句话 就不尊重人 我才 我才问了一句 谁啊 我一直问他说 这是谁啊 比如说有个男的 说哎呀我兄弟要来了 你帮我叫些妞 你是谁啊 咋的我是老包 还是什么 不是偏见 好了好了好了 过了过了 我就觉得公道自在人心 我觉得我伤他 没有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 对啊 我没有 我讲真的 我没有直接发语音 去骂他 我就觉得这是我的 个人数字已经是很高的了 那我就是一个很有修养的 嗯 你今天 我本来都没有说这件事情 你今天提了 我们就来 练刀练刀 算了算了算了 别说了 哎呀你干嘛呀 都可以给别人看了 你不要再说我了 这是可以给别人看嘛 如果大雨落下 就让我成为海洋 那些看似束缚 我会把他知道我必须做的事 你会知道我可以做的事 你会让我做的事 可以让我 LoveING